当禅师开始证悟到无我境界的时候 他的妄想分别心就随之而渐渐淨化 淨化了分别心的禅者处处是道 宋朝楚石凡奇禅师写了一首误道诗 这些是指悟到之后 发现大道原来是无所不在 超越时空混言一体 这时因为时空成为一体 东南西北四围上下虚空都超越了妄想分别 因为东南西北方向不过是假名 无分别心的禅者是不会去计教是非人我 春风不管香谈别 到处逃红依旧红 在楚石凡奇禅师的笔下 以美丽俊永的文学言语 来描繪处处是道 所谓 屈屈黄花无非发生 清清脆足无非般若 大道是不会有思心的 大道一有思心 宇宙就会立刻崩溃瓦解 春风不管香谈别 春风是不会分别每一个地方香阴有差别 而处以特别的看待 他一样会用他温暖的和风吹送每一个角落 因为春风是没有分别心的 只有凡夫才有分别心 到处逃红依旧红 到处被春风吹忽的逃红依旧是燦烂盛放 一如往年的逃红一样 沐浴在春风之中 当凡夫的羞辞 到了好像春风没有分别心的境界 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说 我们不妨将这个境界简称为佛 佛就在我们心中 只是因为凡夫自私心的执着 佛声被蒙尘 当你达到禅师所悟的 一路通时路路通 不分南北与西东的时候 你的佛声就开始显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